这里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全自动面膜切割机了 它生产的是可力金的面膜 全部都是计算机进行操作的 像这样的一台机器呢 造价要在一千万以上 你们用过医用肤料吗 你知道医用肤料生产条件要求有多高吗 医用肤料与普通面膜最大的区别就是 一个是卸子号 一个是装子号 而这个卸子背后就是这样一个全自动化灌体生产车间 这就是坐落在我们大西安的巨子生物 可富美可力金就出自巨子生物 用过的包备们扣个1 巨子生物的护肤品还曾作为伴手礼送给各国政要 那今天就带大家探一下 这个中国护肤品界的华为到底有多牛 我们今天呢一共邀请了150多个人啊 包括早鸟的体验官 体验官小分队 还有医美达人以及全国各地的医美专家 还有医美机构的核心专家 都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啊 哈喽 我是信仰达人沃克章 之前刚好看到有这个招募活动 正好我本人也在西安嘛 而且像可力金 然后像这个巨子生物 我自己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了解的 所以我就说可以来参观一下 感受一下我们大西安的期待 哈喽 宝们好 我是信仰达人白小白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的西安巨子生物 那今天对于我们这个太长之旅 你有什么特别期待的环节吗 比如说等一下我们要参观的工厂 今天会有一个DIY的一个环节 就是希望能够把更多更好的产品 以及很多神秘的配方 包括能让我们童年不老的这些配方 然后分享给大家 就是今天有很多的环节都非常的期待 如果你把这个配方搞到手 请发我一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信仰达人 小千姐 崔小千 AYZ 那有没有特别期待的今天的环节 产品适用 那个环节我是很期待的 因为我是对产品是一个很狂热执着的人 我非常喜欢这种有修复功能的 以及烫摔功能的这种产品 进入大厂后 探厂小分队十分期待的产品试用环节 首先被安排了 跟随着工作人员去产品展柜参观 现场的体验官们都被巨子生物琳琅满目的产品家族震撼到了 产品展柜和产品试用只是开胃小菜 真正让官官感受到生物技艺研究大厂气魄的 是这个全自动化灌体生产车间 拥有40余项发明专利的 类人胶原蛋白科技项目 就是在这里被分离纯化的 除了开启科学护肤新纪元的类人胶原蛋白 这里全自动化的高标准卫生 安全检测的生产线 也让在场观摩的体验官们 对自己使用的护肤品质量更加心安了 味怎么感觉 跟我们去青岛皮油厂的那种味 看着挺香 啤酒的话它也是通过发酵制备的嘛 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罐 像这个的是乳化罐 这是化妆品所特有的 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发酵罐的话 可能很多厂区他们也会有 那我们的类人胶原蛋白 就是在这样的罐体当中去发酵制备生产的 也全部都是全自动化的 全部都是计算机进行操作的 我想问一下 所以它这个里面是无准的吗 是的 我们这里面呢 是一个医用级别的生产标准 也就是说它和我们手术室的 捷径程度是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全自动面膜切割机了 像这样的一台机器呢 造价要在一千万以上 我们全中国有这样的机器有四台 锯子生物就有两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面膜机 它生产的是可力金的面膜 通过自动的裁剪 自动的折叠 然后到后面自动的装袋 整个过程呢 都不需要我们人手去触碰到它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 这样的化妆型公司 它还在使用人手去折叠 裁剪这样的一个工艺 那它呢是非常不卫生的 我们呢每一个环节都尽量 减少人为的参与 人为的这种污染 终于到了大家都很期待的环节 化妆品DIY 难得探厂化妆品研发企业 我们也真实体验了 以下基础高霜的制作流程 为了安全起见 大部分的原料已经进行了加热 我们的体验官小分队 只需要进行接下来的 配置称量就好啦 比如像我们的车间 我们是可以完全的控制 这个车间的这个结晶度 那么我们的这个异军器 我们就可以是降到最低 甚至我们可以去 不用去考虑这个防复器 今天是因为实验室 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说我们今天做的 这个产品里面 是放了少许的防复器 是为了避免在这个开放的环境中 可能会引入一些微生物 尽管DIY流程已经十分简化 但是依然有体验官实验失败 看来护肤品制作 真地是个繁琐严谨的过程 小小的一个疏忽 都会导致失败 今天一天的探厂之旅 基本结束啦 一起听听大家的感受吧 第一次见到面膜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而且它们现在基本上 都是全自动化的 我觉得我们先的这个 医美的这个生产的厂家 都是特别的专业 今天就是整体的感受是什么 蛮不错的 我觉得自己DIY了之后 我搞清楚了一点 因为网上大家经常有说 某些产品 其实是官方企业店买的 但是怎么跟上一期的 感觉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自己DIY了之后 才知道它可能同样的原料 但是可能你的温度呀 各方面的影响 它的颜色性状 是会有小小的差异的 但是当时的这个专家 老师也给我们解释了 它不影响产品的使用 中国护肤品记的华为 体验官们的探厂告一段落 那我接下来就要去采访 巨子生物的方总了 一个谈吐很优雅 事业独当一面的优秀女性 是我本人最想成为的人设 没错了 兴奋RNG 其实现在呢 可富美可力筋在 大家的心目中 它已经是一个日常保养品了 就是已经是一个 大家天天都在用 包括我自己有天天也在用 对对对 可富美的面膜我经常在用 可富美的铁粉还是挺多的 对 那在整个这个 正常的发展历程中 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历史节点 08年的时候 我的可力筋 在西京医院高主任的科室 我们做了一个灵官 全系产品的一个灵官 然后做完之后呢 高主任给我说了一句话 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 他说你这个产品 在我的皮肤科解决了很多 以前我用 只有用激素才能解决的问题 他说你这个东西太好了 你放在我这卖吧 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 医院可以卖护肤品这件事情 所以这我想呢 是一个可力筋的前世金生吧 可力筋为什么会在医美 卖起来 因为它最早也是个护肤品 那在国货兴起的这个节点 您觉得句子在这个方面 有什么规划或者说感想吗 前两天呢 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 北大的一个皮肤免疫 实验室的一个成立仪式 因为我们句子是第一个入住企业 在那个会上呢 李航主任在给我们句子致辞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 他说是很多国货都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比如说是华为 他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呢 在广州的一次学术会上 南方医科大学的曾康主任 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说 他把句子类比为 我觉得句子就是中国护肤品界的华为 就大家对我们有这么高的评价 我们也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 这个国货崛起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口号 你要杀杀实实的 要把它做好 你是需要非常大的这种付出 在技术上在研发上 所谓的这种国货崛起 绝不是说是 我炒作一个品牌啊什么的 这么简单的 而是你确实你的核心技术 要能干过别人 我觉得国货兴起真的是一个好事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国家强大了 至少在互货品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 句子的研发背景 以及句子的技术 绝对称得起国货新品牌的 这样的一个称号 那您现在有没有做过 咱们脚岩蛋白的这个 我刚刚做完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打了一个井子 所以我才 我才系了一个围巾 我基本上每半个月 会做一次 我自己的产品的微珍 或者是水光 任何一个产品诞生 我都是第一个去用的 因为我非常的信任 我自己的产品 我的产品是怎么来的 怎么做的 用什么原料 我都很清楚 这都是我必须要知道的事情 羡慕 在这个公司应该不会老吧 其实人都会老 但是我觉得老得慢一点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愿望了 那您对于跟新养合作 跟体验官合作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新养这个平台挺好的 其实呢 很多时候消费者呢 跟产品之间呢 他的信息是不对等的 他需要有借助一个平台 因为绝大多数的消费者 是不具备专业常识的 我觉得他就像那个桥梁一样 架在企业产品和消费者中间 我需要信仰这样的一个 好的一个 一个发布的一个平台 那信仰也需要找到一些 好的一些产品 我就是那个好的产品 我觉得非常完美 探寻国内巨头 医美生物基因研究企业的 行程结束啦 就像方总说的 国货崛起 不只是一个口号 希望我们自己的国货品牌 能通过更专业的研发技术 更领先的生产水平 实现真正的崛起 关关也会争取更多的国货产品 给大家体验测评 罚了 西流一碗 双双面 先走一步 下期继续我们的 战炎探场之旅 886